好,大家安装好,U1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来新建第一个项目 首先选择游戏 这个地方可以选择空白的DN称,拼图类,D3N称 我们作为示例,我们首先选择D3N游戏 另外这个地方选择蓝图 目标平台,还有两种,用桌面,一个是移动平台 我们先是桌面 质量,这里选最大 包含了初学者内容包 然后如果你想来支持这个光线追踪 如果你是RTX的显卡,你可以把光线追踪打开 项目位置 还有这个地方,项目的名称 我给这个项目取一个名字叫做Oring 列户座 Oring 好,如果你使用的是U4 这个界面它是一步一步来的 首先选择游戏,然后选择模板,然后选择这些东西,然后选择项目名等等 如果是U4版本,其实也是OK的,跟本课程也是适合的 好,我们点创建 好,这个地方说明一下,你第一次创建的一个项目呢,会有一点点就啊,因为它要进行初始化一大堆的工作 好,看出一个VR 好,我们新建好项目之后就可以看到,它默认为我们打开了这一个三人称模式,第三人称模式的一个地图,默认地图 我们可以稍微来了解一下这一个界面啊,在这个上面,由于是部分呢,是一个很大的按钮,现在呢,变得变小了 可以通过创建,来创建啊,世界里面的内容 然后呢,有内容浏览器,蓝图,过场动画啊,等等这一些在这上面 工具栏,然后世界里面有哪些东西呢,在右边 然后每一样东西的属性在这一边 你会,你会发现它的那一个内容浏览器呢,被缩放在这个地方了啊 缩放这个地方,你也可以通过快捷键Ctrl加空格键 也可以弹出这一个,可以弹出这一个 好,这样子呢,我们就新建好了第一个我们的项目 我们的项目